問的這個問題有沒有 身分字號的性別怎麼判斷 那當然兩階段 第一階段就第二碼 所以插入函數我怎麼知道第二碼 那我可以用文字裡面的一個函數叫mid mid的話就mid了 mid的話就抓這個 某個文字 中間 算起的第幾個字開始 其實要取幾個字的意思 所以按確定之後他會跟你要 底下有敘述 反正這個敘述你們可以再看一下 然後他問你三個問 第一個問題說你的資料在哪裡 資料在身分字號 第一個問題OK 第二個問題的話 他會問你說 STAR LUMBER 這個STAR LUMBER意思 其實你點這邊他也會跟你講說 你要取的是第幾個字的位置 有沒有 那就是第二個字 OK 那LUMBER CHASE的話什麼意思 其實當你不知道你點這邊下面 他會出現 就是你要 那其實百話意思應該就是說 你要幾個字的意思 也就是我要取的話 當然我第二碼 我要一個字就好了 所以你這邊只要輸入1就可以了 OK 一個字 所以你會發現得到的就是1 有沒有 所以底下這邊會顯示出什麼 他給你最後的答案 那他會把這個1怎麼樣 放到目前這個儲存格裡面 你不要忘記他就丟給你這些 但是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個1前後有雙引號的 那有雙引號的話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有雙引號的話 表示說它是一個文字 所以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雖然你看起來好像它是數字跟文字分不出來 不過請特別特別小心 因為它是一個文字 如果你比較的話呢 那就不能用數字跟它比較 否則會出現錯誤 那第二步的話做什麼呢 我要做邏輯判斷 所以我的習慣是會把這個公式 不包含等號把它剪下來 然後再插入一個邏輯 什麼邏輯呢 就是1幅的部分 然後把剛剛的公式貼到這個邏輯判斷裡面 如果 如果什麼呢 如果這個東西等於1的話 那就幫我輸出是男 反之就是女 所以True跟False嘛 所以如果是True的話就輸出男 反之的話就輸出女 那一樣這個地方的話你會發現 它前後也會幫你加雙銀號 因為這個輸出的一定也是文字 所以你會發現你雖然我剛沒打那個雙銀號 它會幫我自己加 可是你按確定之後的話你會發現 好像那個邏輯看起來是沒有錯的樣子 的樣子 但是你會發現得到的結果卻全部都是女 你想說不對啊 老師這個地方 邏輯判斷我不是都是等於1嗎 等於1不是男嗎 那為什麼它還是變成女呢 那表示說 它認為說取得的資料不等於 不等於 不等於才會是女 那為什麼不等於 其實主要的問題應該是發生在哪裡 應該可以看得出來吧 剛剛我們取得的這個 me的取得的話呢 它是文字 所以它得到的應該是前後有雙銀號的1 那你後面如果假如說呢 給它的是這樣的1的話 兩邊其實是不相等的啦 OK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後面要正確的話 記得怎麼樣 補一下前後雙銀號 如果你沒有補的話 結果呢 就會是錯誤的 OK這點非常重要 因為非常容易做錯 有沒有發現 我前後再補個前後雙銀號之後呢 按確定喔 得到的結果 才會是正確的 所以這一點要非常非常小心 也就是說呢 將來你即便看到是數字喔 但是它也有可能是文字喔 那文字跟數字喔 在Excel的認知是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讓它兩個去比較的話呢 那結果呢 一定是錯誤的 這種錯誤還蠻常發生的 因為常常 奇怪 我說比較 為什麼錯 明明看起來一樣啊 為什麼 那就是形態一定是不一樣的 另外的話還有查詢資料 後面其實有查 沒有啊 查這個 為什麼查出來 明明我看到這個數字沒錯 為什麼一筆 奇怪就查不到那個資料 那當然也是形態的錯誤的問題 這個還蠻常發生的 好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第一個 性別解決了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Labs這個地方 那一樣啦 我們先插入什麼 一個文字 然後取前一個字 所以用Labs 然後這個資料取一個字嘛 OK 一個字嘛 幾個字嘛 OK 一個 那取得信 後面的話呢 當然你要串什麼 當然你說老師 我知道and and是串資料 文字的話是前雙以後 那你當然不可能說打個先生吧 如果你打個先生的話 那當然呢 以這個 這個人是OK的 可是如果你向下填滿 他就變成所有人都是先生 那可是不對啊 後面如果是女生 那就變也是先生 那不對 所以 怎麼辦呢 特別注意 你就必須要在and後面這個地方 做一個邏輯判斷 所以如果你要在and後面做邏輯的話 跟剛剛不一樣 我們剛剛是把公式減下放在if裡面 那這個題目的話 剛好不一樣 他是要把if加在哪裡呢 我先這個先把它剪下來好了 加在這個公式的後面 剛剛是把公式加在if裡面 這個是把公式if放在這個後面 怎麼放後面 and後面你其實可以再按插入函數啦 然後這邊的話呢 就找到那個什麼呢 邏輯裡面的if 有沒有發現喔 我如果插入函數喔 這邊會出現什麼 if喔 OK 所以等於是可以把這個函數再串一個在後面 那這個邏輯是什麼呢 如果性別裡面的這個有沒有 性別 所以你點一下性別這個儲存個B10的地方 然後判斷的話就是 是不是等於 等於就加一個等號就可以了 兩邊比較喔 是不是等於什麼呢 等於男生 所以你打一個男就可以了 好 如果這個條件為True的時候 那就執行True False就執行False 那當然呢 如果是True的話就先生 那反之的話就是小解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 先生小解 打個按確定之後 向下填滿 看一下 對你會發現 這是簡單的有沒有 馬上呢 他稱謂的部分 該先生就先生 該小解就小解 有沒有 這樣的話就簡單了 如果你不會的話 那可能就是一個麻煩的 跟各位講 這個算是 函數使用的 應該是最基本的一個標準 我覺得啦 不然的話 你如果連這些都不會的話 真的 工作應該是 永遠沒辦法做完的一天 OK 而且要早點下班 應該是奢望的 不可能 OK 當然我覺得你要早下班 可能跟這個使用的 怎麼講 能力應該是有正相關的 OK 所以你會發現 有人上班 每天都在跟人家打屁聊天 事情還是準時做完 但有的人每天都很忙碌的樣子 但是就是事情都做不完 就是一直加班 然後主管 因為現在企業都有KPI制嘛 就是KPI就是 你對於公司的貢獻度 那些人的貢獻度就很差 奇怪每天打或摸魚的貢獻度就很高 不能理解 不過我覺得關鍵還是在 你能不能有這相關的技能 真的差太多了 會跟不會的人 真的做事情的效率真的就十萬八千里 OK 所以剛剛有兩個範例 這個跟這一個 那這兩個的答案 其實雲端上都有 你們其實也可以參考雲端上面 應該是 這個是男女有沒有 OK 然後呢 這個是稱位的部分 最好是能夠很直覺的 把公式打出來 OK 那再來的話 還有一個題目 這個題目其實做不做也沒關係啦 但這個 這個題目的部分的話 主要就是中英文的差異 中英文的部分是這樣 乾脆把這個Sony跟Heine拿掉 這兩個可以拿掉 這把它刪掉 因為我覺得這個Sony跟Heine 這個有比較會混淆 所以這兩個把它刪除好了 那這兩個範例 主要就是 這個範例主要是區分中文跟英文 那中文字跟字中間不需要有空白 但是英文需要有空白 所以呢 以這一題來看 要怎麼樣判斷說 當然你可以看到這個函數是用Twin Twin的話呢 基本上 它這個函數呢 你可以看到它是文字類裡面的一個 它這個函數的敘述是說 它去除什麼 文字當中多餘的空白 所謂的多餘的空白就是不需要的 那它會留下需要的 可是它這個函數有一個問題喔 它對英文是OK的 可是對中文會有另外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它會認為說字跟字中間一定要有空白 那不對啊 像第一個中華民國 我們哪需要空白 可是呢 在那個什麼 英文的部分有沒有 這個字跟字中間一定要留空白 你不能把它刪掉 所以我們可能會有一個需求 就是說如果你是英文的話 你可能用Twin 但是如果你是中文的話 你就不能用Twin 你可以用另外一個 叫做substitute 在S開頭的 有沒有 這邊有個substitute 這個的話呢 就是可以取代 你要取代的資料 有沒有 取代喔 OK 所以如果假設你在C3的地方 再試一次 文字在這裡 然後你要把什麼取代成沒有 那就是把空白 所以你這邊打個空白就可以了 它應該會前後幫你加雙引號 或者是應該這樣 應該是前雙引號 空白後雙引號 那意思就是把空白的部分 取代成沒有 沒有的話呢 就是前後雙引號 那記得這個中間不要有任何東西 這個就是把它清除的意思 意思是說幫我把所有的空白呢 通通清除掉 那最後一個instant number 意思是說你要從哪個字開始 不過如果沒有就從頭 所以最後一個其實一般是不會加的 好 那你按確定喔 那你會發現得到的結果 有沒有發現 中文是OK的 因為我們字跟字中間不需要這個 這個什麼 空白 但是你會發現英文的部分 這個原來的這個 I love you這個 它就變成說呢 字跟字中間就沒有空白了 那不對 怎麼辦 所以會需要有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喔 資料是中文 那就用subtitut 如果是英文 那就用 怎麼 用那個trim把它 有沒有 所以做判斷喔 那可是問題來了 那我怎麼知道 到底是中文還是英文呢 這個地方可能就牽涉到一個 這個比較簡單 但是 又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所謂的內碼 哇 你可能從一個看到這個內碼 就覺得 哇 這很恐怖 不過你不需要特別恐慌啦 因為這個內碼的制定 最早像美國人設計電腦 他根本不會想到說 有 非那個 英語系的國家需求 所以呢 他制定的時候呢 他的編碼位置很簡單 就是0 到127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DEC這個地方 DECORD 就是編碼喔 他就是0 一直編到127 那0到127裡面放什麼 放一些符號 放一些控制碼 放一些什麼 放一些數字 然後英文大寫 英文小寫有沒有 那沒有中文 所以喔 有一個邏輯很簡單 只要你的 這個code有沒有 假如是大於127的 那你應該裡面的字 應該就是中文的 所以喔 接下來 那我怎麼知道 是中文不是中文 你可以用什麼 用一個函數 叫做code 有沒有發現 這裡面的話 就會有一個 算內碼的 那你會發現code有沒有 code的話就是 取得呢 你文字到底是哪一個內碼 可以按確定 然後呢 就指向這個 指向這個 它出現 中華民國的 不過啦 跟各位講code 它會取第一個字喔 如果你沒指定哪個字 它會取第一個字 OK 它第一個字 我們算代表啦 前提剛好就是 開頭是中文的 那表示 假設 這個部分的話 假設就是中文的話 那你會發現 它得到的就是 四二有沒有 大於127嘛 答案確定 那如果向下填滿 你會發現 如果是英文 它取到I 那就73 如果取到遠 那就是四萬多啦 那所以我們有一個 這樣的依據的話 那最後 如果我要真的把它 做中文英文的區分的話 那其實可以再做一個 邏輯判斷 所以你會發現 剛剛講的123 要把它串在一起 然後串在哪裡呢 串在if裡面 就是答案 應該知道我在講什麼吧 只是說 越來越複雜了 沒錯 一個問題 解決的方法 絕對不可能用單一個函數 就可以把問題解決 通常會用很多個函數 串在一起 得到結果 所以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要怎麼做呢 其實我們把它恢復好了 所以或者是說 我把這些 這幾個也許把它搬過來好了 或者是把它搬到這邊好了 那留下那個 等一下 這不能太好 沒辦法這樣 可以的 那這邊的話呢 如果要做出我剛剛講的 其實第一個 一樣就插入什麼 插入if 邏輯有沒有 if怎麼呢 if然後呢 接下來就是那個編碼 編碼就call啦 我自己打好了 有時候喜歡那個call 前瓜糊 指前面這個有沒有 它的編碼call code 如果怎麼樣呢 大於127的話 如果這個條件為true的時候呢 那表示什麼 表示它應該是中文 那我就用subtitude 所以subtitude的話呢 那我可以怎麼樣 我可以再 當你說這個地方 我要怎麼再插入 那個函數 你可以再按一下這個 這個地方 你游標放這裡 如果你還要在這裡面插入 下一個 函數的話 你記得前面這邊有下拉清單 你可以怎麼樣 游標放這邊之後 再點一下這個 它會把這個subtitude 放在這個位置 OK 有沒有發現 它把subtitude 放在剛剛的格子裡 所以你可以做一樣的事情 把這個裡面的資料 它前雙引號 然後空白 後雙引號 意思是說 把空白 把它清除這兩個雙引號 然後按個確定 好那這樣的話呢 就得到 可是公式還沒結束 所以你如果還要繼續編輯的話 游標再放if 然後再按一下插入函數 它又會跳出剛剛做完的這個公式 那如果為false的話 那表示什麼 如果大於27表示中文 那如果假設說它沒有大於27 那表示它應該是英文 那我們就用什麼 用twin 所以游標放這邊 如果還要再插入函數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 記得用這邊有一個下拉清單 就是再次插入 另外一個函數的意思 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自己打 不過我是覺得自己打 比較容易出錯 你可以游標放這邊 然後找到twin 有沒有twin 其實它剛剛做過的話 這邊會跳出來 如果沒有你再找一下 twin什麼 twin剛剛這個 OK 好那這樣的話 按確定之後 它就變成二選一的狀態 向下填滿之後的話 那答案應該就會是正確了 也就是它會是你的資料到底是中文 還是英文 而得到結果 OK 不過這一題相對 又比剛剛來的困難許多 那我是分三階段 第一階段是用twin 第二階段是用subtu 第三階段用call 最後把這三個把它湊在一起 再加個if 所以得到的結果大概長這樣 OK 試一下好了 那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待會兒我們就要來看 綜合練習的這個 把手機號碼做出來這件事 OK 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兒再繼續